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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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哥 我觉得你看 技术录像这一块 你确实是这个 你觉得这个招数 对于业余爱好者有没有用啊 我觉得帮助也会非常大 因为其实每一个成功的运劲员 他都有他非常突出的特点 其实我都是从一些前辈的身上 去学习协同 因为学无止境 包括说现在 我也是经常会看一些录像 然后学习一些 比如说像印尼 像开的也好 包裹哥现在的 红特拉 其实虽然年龄很大 但他还有很多值得说 我们需要推出的例子 还在录开视频都学习 这么强的人都在学习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这个是新上线的呀 占几八千啊 蓝哥 这个拍子我觉得还是 颜值各方面还是可以的 你打他有什么感受 他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款球拍 因为他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均衡 这个牌应比较好 所以对于我来说 像应该我在场 可能是组织比较多 所以说 现在准备这款球拍 而且这款球拍呢 也是我的这个大哥 宝哥 他专属球拍 目前呢我反正 现在打的比较多的是这一次 难怪我把这个拿走了 你送给我算了吗 可以呀 可以呀 然后等一下给我签个名好不好 对呀 没问题 你看我这个还是签个球拍 我们这次比赛是在这个 赖毛的一个球馆的主体 然后这一次也是感谢赖毛 然后还有我们的协伴方 先锋屁语 来先锋屁语的领导来讲两句 快点啦 我们继续的 先锋屁语领导 好他刚刚给我眼神传回了一下 就是说这次比赛 举办很不容易 然后现在也在口罩期间 然后包括蓝哥和我 还有新鸿币与各方面协调都非常辛苦 所以说呢希望各位 现在能够在那边打羽毛球的兄弟们 都是真的正儿扮起热爱羽毛球的 我希望未来我们都可以 把羽毛球这个市场 然后做好 做大做家 我也向我的蓝哥学习 等一下呢蓝哥去训练 练练专下羽毛球力量 蓝哥比比握推 蓝哥你握推肯定做不过 你深蹲你也做不过 我深蹲160公斤了 你强项什么 我比较全面 你比较全面 好等一下我跟蓝哥搞搞力了 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 蓝哥拍包里有什么 我看一下蓝哥 最近打的哪两码球牌 这个是啥蓝哥 这个也是今年新出的 风影900是日月系列 日月系列 对对对 最新出的 它的细节其实拉得很满 大家我给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日的一个进化 这个是图腾相当于那种感觉的 它既复古又时尚 是吧 那这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球拍呢 这是一款李宁的它高端拍 它其实非常的容易上手 因为现在的高端拍 相对来说 没有事前那么硬了 现在可能更兼顾一些 这种弹性 以及业余爱好者这种手感 对 因为现在其实李宁的球拍 它做得非常好 这个赞你8000呢 那你8000就属于 比较全面均衡的一款球拍 这个是我老大哥 好哥的专属球拍 这个赞你8000手感不错 因为我刚刚我也拿过来蹭了一样 然后这个球拍确实还可以 挺好的 其实李宁这几年 在羽毛球的贡献上 大家有目共睹 虽然说没有赞助多余的 但是对于国家羽毛球 这些球员的支持 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一下蓝哥 看一下龙哥 还有现在刚刚也签了贤姐 然后还有那个宝哥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我觉得大家多支持一下 我们的国产品牌 李宁还是非常瓦帅的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后台回复 赖毛巨棒 给大家准备了两瓶赖毛的蓝传承的白酒 屏幕上是我的私人微信二维码 大家可以截图 扫码成为我的好友